不过川岛方子被他的养父拦止之后呢 情感逐渐变得冷却 情投意合的两个人怎么会被养父拆散 原来川岛浪宿把川岛方子当成工具般使用 不仅操控他的意志更燃止他的身体 川岛浪宿性侵害他 性侵害那一天呢是大正十三年的十月六号 所以他自己在他的日记上面就写 从这一天开始他永远清算旅渊 这什么意思 他不想再当女性角色 因为当女性角色呢 会被人家情侵犯 而且还是他最亲近的人 耶诗也曾传说 川岛浪宿曾在方子十五六岁时 因为贪图他的美色 想将他占为己有 被他的养父川岛浪宿看上 弃图纳他为妾 纳他抗拒未遂 而他的养母知道之后 不仅没有保护他 还反过来责备他勾引他的养父